我們為大家邀請到華山基金會的朱家樂來擔任我們這次的講師 然後會為我們演講關於舊城長輩的習俞優 那我們掌聲歡迎他 好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們今天下午好多小朋友 我們要 小朋友 讚讚讚 我們還有 我們要來講一些老人家的事情 我們 因為我是那個華山基金會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華山基金會 有嗎 我們知名度夠不夠高 我們 我們那個 我們知道台灣有很多華山 可是我們是做那個社會福利 我們算創世基金會的姊妹會 都是由那個曹沁先生所創辦的 那我們現在我們華山基金會 我們主要是做這個弱勢長輩的安全網的工作 就是做我們全省那個弱勢長輩安全網的工作 那我們現在大概是幾乎是全省的覆蓋率 都已經完成了這樣子 我們就是無論是離島啊 或者是什麼阿里山啊 什麼山上 高山啊 海邊 我們都有服務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服務大概全省大概2萬個長輩 那我們中區 我們中區是一個小小的地方 我們大概目前服務50個長輩 那我們就是 都是一樣在地來服務在地 那所以我也是 在機構也是待了大概5年多 那 然後所以我想說我們也是 就是說我們訂今天這個題目呢 也是想說 因為我們跟長輩 我們平常就是都混在一起 就是說近距離接觸他們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 更遇到他們一些 更原始的一些東西 像我們今天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到 別廠的這個演講 像我們這邊很多的議題單位 我們都NGO NPO 我們大家都很努力想要為這個 這個社區 這個土地做一些什麼 我們很多的創意 很多想法 很多的觀念 想要跟大家講 那 那我們 我想說我們 像我們服務長輩 我們近距離接觸才 所以我們回到一個 更基本的東西 那所以我們講到 這個 憂愁與喜樂 憂愁與喜樂 那我們 我們講說 憂跟喜樂 這我們每個人都會有 對不對 那我們長輩他們的憂跟喜是怎麼樣呢 那 我想說在談長輩之前 我想說先問問大家 欸 大家覺得 你覺得你什麼時候會感到憂愁 或者說你對你有點什麼是憂 什麼時候是快樂 有沒有人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們有沒有感受到很深刻的 什麼時候你會感覺到很憂愁 你們知不知道什麼是憂愁 不知道 那你們知不知道什麼是快樂 快樂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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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 開心 爸爸買玩具給你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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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那我們每個年齡層 我們可能會感受不一樣 我們也是不同世代 像我們要談 長輩是跟我們不同世代 那我也想要 就是我們大家都會老 那或是說 其實長輩跟我們的距離 有時候我們好像我們年輕人看到長輩 覺得他們好陌生 覺得他們是另外一個 文化 另外一個世代的人 齁 不知道他們現在在想什麼 他們在感受什麼 那我想說 欸 我們自己感受到什麼 可以分享一下嗎 你覺得什麼時候會感到憂愁 掌問一下 憂愁也可以 喜樂也可以 你覺得什麼時候會快樂 什麼時候會憂愁 憂愁 最近你覺得有沒有印象中 最近 憂愁是今天的 這樣子很大的情緒 走不到房子 走不到房子 走到房子 你是學生啊 來來來來來 分享一下 月底錢花光的時候 沒有錢對不對 沒有錢 這個是大家都 都憂愁 有錢的時候就會覺得 比較安全感 所以老人家都會說 錢就是膽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我們 好 那個 還有沒有 你跟MV分享一下嗎 憂愁嗎 就是 可能一個人 然後心情 想講話 沒有人可以講話 這樣子 那快樂應該就是 子孫啊 兒女 都有在身邊 或是 假日會 會 一起團圓這樣 我覺得 他們都很尊重 尊敬 尊敬啊 或者是很關心 好像覺得說 我 欸我以前 這麼照顧你 還是 表示你還 還對得起我 這樣子 好 那我們 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 其實我們 應該都有這個憂愁 跟快樂的經驗 可是其實有時候我們 我們年輕的時候 有時候也 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 不太注意 有時候 有些時光過去的 像我們 都曾經有一些 過去的美好時光 當然我們現在也都有 然後 我如果說簡單 簡化一點 我們可以說 憂愁就是一種 失去 通常是 失去的時候 我們會 感到憂愁 當然失去不見得會憂愁 因為每個人 面對失去的 方式是不一樣 那 失去 例如說 失去什麼 像我們說 我們失去健康 失去健康 失去錢 失去錢 沒錢了 我們失去關係 或是說 我們 我們關心的人 我們的長輩 我們的 我們的伴侶 我們的 他生病了 或是他 他離開了 對不對 或是說他 跟我們斷交了 乾比一下跟我們斷交 然後 那個 失去 所以說 那還有說 像我們說 我們有一種講說 失去信念 失去信念 也是很嚴重的事情 例如說 這個 不要舉太多例 太敏感了 好 那 那我們 所以說 這個 特別說我們失去信念 就是說 好像說 我做了半天 難道我錯了嗎 對不對 難道我錯了嗎 難道 之前我們這麼努力 我這麼相信的事情 難道我相信的都是錯的嗎 那這個也是一種 很大的憂愁 那 如果說 相對而言 那我們說 一個喜 其實就是一種獲得 像剛才小朋友說 他可以 得到朋友啊 得到玩啊 得到玩具 得到爸爸媽媽的關心 關愛 或是說 像我們今天來到這個 我們這兩天 這邊 我們有 看到很多美麗的事物 對不對 買到 買到我想要的東西 得到想要的東西 吃到好吃的 像很多人就 那個 就覺得說 很幸福 對不對 然後 或者說 我們講到說 這個 成就感 像我們 我們也有人來 我們都是 這個 青年創業 或是說 我們 我們一些 做志工的 我們會 有時候會獲得一些成就感 我們 這也是會得到快樂 我們會不會說 我們講 願望和夢想來達成 所以說 其實就是說 我們 其實我們在想說 其實有時候一些感受 是相通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說 欸 長輩其實離我們不遠 你們會不會覺得 長輩離很遠 家裡有長輩嗎 有 有長輩 有 跟長輩相處 都OK 有 對 這個 越接觸就越 越 你會覺得 你是爺爺 你是爺爺奶奶嗎 還是 奶奶 那你覺得 覺得 不會有太多隔閡 不會 不會 好 那我們 就當我們越接觸 或是說我們 一個是說我們 越熟悉 一個是說 其實我們有些相通 很多相通的地方 所以說 我們 其實我們對於長輩 我們對長輩的認識 我們對長輩的認識 還有他 對他們的想像 其實也代表著 我們未來 對我們自己未來的一種想像 好 我們想說 欸 長輩怎麼得到快樂 或長輩什麼時候會 感到不快樂 好 那可能也是 我們 我們未來 我們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我們希望怎麼幫助他們 得到快樂 其實也代表說 我們覺得 我們希望怎麼樣得到快樂 好 好 那我們來 講一下 那長輩的 那長輩的憂愁呢 齁 就是說像我們服務 呃 像我大概服務 這個五年以來 那 其實有一些我覺得 我覺得 因為我其實每年都會經歷長輩的過世 嘛 或是過去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 一些感受 那我覺得 我們最大的 這個印象 其實就是 我們講說那種 吶喊 那種 長輩一些 有時候一句話 一句話就讓你覺得 很心疼 齁 像那個 最近就有 有人出書嘛 他就說 他爸爸 他爸爸說 九十歲了還在說 好想娘 齁 有人 那就是 其實有時候 那一句話就倒進了一些 很內在的一些情緒 那我 我聽到了一些 我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們 在服務長輩的過程 聽到了一些 這些長輩的吶喊 那 一個是說 我們 第一個 第一個部分是說 像 身體功能的喪失 或者說 疼痛 像這個東西 算是我們很多長輩 會遭遇到的問題 那像我們基金會 我們主要是服務 就是我們長輩 有很多種長輩 長輩也是各種各樣 也不是說每個老人 每個長輩都一樣 那我們服務的長輩 是比較說 所謂的 比較不健康的 亞健康的長輩 那他們都是獨居在家 那我們去看他們 去陪伴他們 那他們很多就會有些病痛 例如說 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阿嬤 她就是會 其實不只那個阿嬤 不過有一個阿嬤她特別 她就年輕的時候車禍 然後就是 就沒有醫好嘛 然後 就一直到 到她老了以後 然後她就會 她到最後就是會 她就整天都在痛 特別是說她 晚上睡覺也會痛 所以她根本沒辦法睡覺 然後就是說 可能要等待那個 打那個 止痛藥的時間 那所以 其實疼痛 是很痛苦 然後 或是說 像我們講到說 我們很多長輩 她嘴巴會 掛一句話 就是說 阿 就是我沒好 我沒好 就是 就是說 就是說要等 我們講 她就說 阿我每天就在等 等著那個時間 要等死 這樣子 就是說 她對這個生命都 不太有什麼方向 不太有什麼目標 那 那其實有時候 我們說 有時候也是一種 社會造成的一種 一種 歧視 就是說我們 我們講說人 就是要有用嘛 很有用處 所以年輕的時候 很打拼 可是我們到 當然是 我們很多長輩 有時候 會想說 弱勢是不是說 他們很懶惰 或是說 弱勢是不是不想要努力 其實也 很多時候長輩 他們是想要努力 他們也努力不了 因為他們的一些功能 喪失了 那 例如說 像 像我們以前 有一個長輩 他就會 他就 他有一天就 那一兩天 就掛了那一句話 他就說 我以前很強壯 阿嬤 他就說 我以前很強壯 我以前很聰明 怎麼現在變成這樣子 就是說他 他就是說他 他要 他因為他有 血糖很高嘛 所以很危險 他一定要去拿 那個血糖的藥 可是就是說 他一個月要去拿一次 可是 他 要去拿的前一天 他就自己打電話去 跟醫院說 他不要去拿了 可是他也不知道 為什麼他要打去這樣子 那隔一天 他就 他就很焦慮 他就說 欸怎麼辦 我昨天怎麼會 打電話去取消我的看診 因為 他有一些 就是說他一些 失智的一個症狀 這樣子 那所以 所以有時候 他就會掛在嘴邊說 我以前也很強壯 我以前也很聰明 可是他就是說 像他 他就會 例如說他家裡到處都是雞蛋 就是 鞋櫃也是雞蛋 他的那個機車 他還有騎機車 機車的 那個 那個 行李箱裡面也是雞蛋 到處都是雞蛋 因為他就是買了雞蛋 他也忘記 好 所以就是說 其實就是說 我們 長輩 當然我們也很希望幫助他們 好 可以說我們像說 我們有很多的 很多的單位 我們希望說 長輩也可以要 對社會有貢獻 或是說長輩可以 可以做一些事情 讓他們可以更快樂 更樂觀 可是其實有時候 我們也要面對一個事實 就是說 有些人 他可能 他想要做 他也沒辦法做 當然 還是可能 還是有些活動 可以去幫助他 可是 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對他們的期待 有時候我們 認為說 人一定要怎麼樣 其實有時候是 我們有時候是要面對一些現實 一些事實 好 那我 那我講一下 那當然是說 就是說 像我服務這個 中區我們兩年 其實 我們講到說 這個長輩的 其實我覺得中區 有些 有些 怎麼講 這個小城 有一些優點 優勢 對長輩有一些優勢 可以幫助他們 可以快樂起來 就第一個就是說 像我們這邊 因為是小城 那所以我們的交通 其實是 在我們就是一個火車站 所以我們的交通 其實是四通八達 那我們就是 所以我們的長輩 其實他們比一些 別的區域的長輩 他們 更能夠 他們交通更便利 或說他們要 就醫 或者是一些資訊的流通 也比較快速 那例如說 像我們 我們 我們也會帶我們的長輩 出去玩 那我們這邊的長輩 有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一起約 坐公車 就不一定要 就是說 完全都要 靠遊覽車 或者是說 要 義工要接送 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就有一些 其他的辦法 然後再來就是說 像我們中區 中區其實我們可以說 是一個做 一個 夢想的都市 那我們就說 有些過去的夢 跟現在的夢 未來的夢 都交織在這裡 所以其實 中區也是一個 要圓夢 或做夢的地方 我們長輩 也可以很多 特別的活動 像這邊很多的議題的團體 其實或是說 有很多的 不同的族群 其實這邊有很多 不同的一些 一些 活力在裡面 那所以這個是 事實上 我們要對我們長輩 對他們做一些事情 也是有一些 資源 這樣子 那例如說 像我們 就是說 像 這個 我們講 就是說像 因為像我們基金會 我們會辦 我們端午節的時候 會辦這個運動會 或是中秋節 會辦這個 K歌比賽 其實有時候 像我們講說 那個 像我的長輩 他說他要 那個 唱歌 要比賽 要排名次 他才會 覺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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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到啦 就是說其實這種競爭 其實也會讓他 好像有些活力會跑出來 然後 然後 然後再來我們講到 所以最後就是說 我們說其實 我們講說 失去 我們說 失去就是會 讓人感到無力 失去力量 好 那我們希望他們改變 希望他們做一些什麼 希望他們能夠 呃 對自己的貢獻 對社會的貢獻 可是他們 他們 在憂鬱的裡面的時候 他們就沒有力量 好 那 那所以在 我就覺得說其實很多方案之前 我們 我們其實是 如果讓他們是得到快樂的時候 是 快樂就是一種療癒 好 快樂就是一種治療 就是一種給他力量的一個過程 好 所以 那當然我們說 長輩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他們說他們 慾望的減低 啦 那當然慾望減低 可是也可以說是 事實上也是一種是 我們講說是 一種慾望的集中 好 其實有很多不需要的東西 他們不需要去 再 再 再積極移移 他們可以去發展一些 他們能夠做到的事情 好 那當然 像我們有很多的 單位像我們要做這個 呃 像我們這邊有做這個 導覽的啊 就是說 導覽的啊 就是說 可以讓長輩分享他們的智慧啊 分享他們 這個對這個城鎮的故事 那 或是像我們基金會 我們是很多志工 我們志工都來來去去 他們就是來 看我們的長輩啦 那我們其實有時候也是說 我們好像新的志工來 我們好像也是帶他們做一個導覽 去導覽那個 那些獨居長輩的家 那當然 對長輩而言 這些當然雖然是過客 可是其實也是一種 生活上的 一個很好的刺激 很新 有些新鮮的元素 因為現在有時候 欸 有些 像我們前的那個長輩 他有一個那個 有些很多木櫃 我們可能大家 平常看都覺得 好像是破銅爛鐵 欸 可是有一個 有一個保險公司的 一個經理 跟我們去看長輩 欸 他看到就試貨 那個東西是 那個衣服放在裡面 還不會潮濕的 那個檜木啊 什麼的 很好的東西 所以就是 或是說 有些長輩 他是 要說客家話的 那或是說不同的語言的 那你 你事實上 你會遇到一些 會講這個語言的 他們會 就有很多刺激 所以其實有各種的 我們不同的人 我們 我們說我們是去旅遊嗎 去長輩家旅遊 可是 某方來說 長輩也是在 經驗一些新的事物 所以 像如果說 有些人願意說 來 報名當志工 其實 我們自己也是可以學習 事實上也是讓長輩 可以獲得 然後 還有 我們這邊很多人在做 或是說 有一些 我們上次來講說 講這個共餐啊 就是說像分享健康 分享一些 健康的習慣 或是說 分享一個美食 單純分享美食 這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過程 然後還有就是說 像我們 我們這邊中區也是有一些桌遊店 然後我們 其實跟那個區公所都很接近 其實 我們想說是在講那個 老人的桌遊 桌遊也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方式 所以其實 然後像我會說 我們 我們跟長輩的陪伴 其實我們是 共遊 就是一種共紅分享時間 我們大家是分享彼此的時間 所以好 那我 差不多 就是說 所以我是想說 就是說 其實我也是 我們去想像說 我們長輩他們要過的生活 其實我們也是 想像我們的未來 那當然我們也是 邀請大家可以一起來 服務我們的未來 其實當然有時候 你們 就是像有些人他們抽 抽一點時間 一個月 或者說 多久 來跟我們 看看我們的長輩 其實也是一個 也是 也是我們 是讓我們去重新思考 我們的將來 我們的 我們的老年 或者看到他們是看到一些 更簡單的事情 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欲望 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是不是才是 我們自己 有些 真的很多不重要的事情 也是我們 不需要去追求的 好啊 那 有沒有人要 有問題 或是想要 要分享的 哈哈 好 那我們 我們的基金會 我們 在中區 我們其實全省 我們是在每個 鄉鎮市區都有點 那 我們中區 我們就在電子街口 在那個 綠川那邊 也歡迎大家來做做 或是說你們有 要捐二手物 或是說要 捐發票 或是說要 有人要報名志工的 或是來 看看我們的長輩的 都可以歡迎大家 來過來做做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